主席王院長 這座各位同仁 吳院長以及所有行政團隊大家早 可否請吳院長 吳院長 我想自從你提出的庶民經濟以後 所有的深斗小民都很期待 生活能好一點 油電水氣等等 價格可以低一點 但是我們最近看到很多的措施 好像是因為整個環境 溫室氣體的問題 溫室效應的問題 接下來 油電水氣恐怕都會跟著大漲 那我想台灣相較於全世界的話 事實上好像油跟電的這個價格 好像也是接近全世界最低 不曉得吳院長在未來 這個民生 最直接面對的這些油電水氣的問題 在你心裡面有沒有怎麼樣的一個盤算 究竟這個有人提出的633啊 達到了這個計劃以後才開始 增加這個這邊費用的這個支出啊 不曉得你的看法如何 謝謝 有的部分現在已經有一個市場的浮動的機制啊 那就看整個全球性的石油的價格 高或者低啊 漲或者跌 我早上啊 也曾經說明過 所謂加稅啊 包括最近考量的 您當天也很注意到 這個所謂正所稅的問題吧 我立刻做到這個澄清啊 能源稅亦乎如此 這些都是在覆改會 有學者 在去年提出期中報告 那個正所稅的議題 是整整一年前提的期中報告 那能源稅開征的問題 是最近的覆改會 要提出期末的報告 大體上是學者專家們 大家集思廣益 做出的一些建議案 包括正所稅也有好幾個選擇方案 其中也有個人跟法人 都繼續停征啊 那有些是法人開征 但是要計算他虧損的部分 等等 我就不細說 我認為啊 就行政院的立場 當經濟景氣 有明顯的復甦 庶民的生活 就是全民的生活 有大幅度明顯的改善 那個時候才是稅要加 或者稅要換軌 改變比如說能源稅 那就將燃料使用費就拿掉 原來是隨車征收的 就可能改為隨油來征收 符合社會的預期 但是目前並沒有這個狀況 我們目前庶民百姓 還是很辛苦的生活之後 我們政府一定苦民之苦 所以他會輕易地去開增薪稅 或者提高稅率 首先講這個是標準答案 我們堅持這個 堅持這個原則 現在看起來 大概都是討論啊 因為我看整個台灣的現在經濟環境 沒有加稅的空間 事實上我覺得執政也是很辛苦 巧富難為五米之吹 什麼事情大家期待馬兒好 又不要讓馬兒吃草 可能也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健快的時候 更應該要把國家的政策方向 把它提出來 舉例說 這個院長提出了很多的願景 愛台十二項建設等等 但是努力的空間還非常非常大 比方說六大信心產業 你們說觀光是很重要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機場是國家的一個門面 院長 你常常也出國 是 你回到中正機場你滿意嗎 大家最不滿意的第一行下 已經開始進行更新的這個工程了嘛 這已經過病很多年了 甚至有人講說 回到那個機場會感覺到 好像跟三四年前沒有什麼差別 那這個都對我們會造成觀感善 讓國外的旅客來第一印象 國門嘛 所以政府已經 大概應有三十幾億的這個經費進行更新的這個工程 在進行當中 我是覺得整個台灣 在這個弱勢弱商學院的院長 他有提到 最看好台灣的觀光 那我一直在思考 台灣的觀光要怎麼做 事實上大陸有13億的人口 有錢有錢有能 大概百分之五就好 大概有五六千萬的大陸人 可以到台灣來 那麼大陸這一塊 我們當然是不可以放棄 那麼來到台灣 不能老是只有日月山 日月坦跟阿里山 應該要創造更多更新的東西 可是我看到現在整個編制上 有點替我們觀光局郊區 全世界很多地方 大力打造觀光 都有觀光部 比如說 紐西蘭、澳洲、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 真的是有魄力、有決心症的要助 我在這裡請教一下吳院長 到底有沒有新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揮紅的氣度 要大力來拼觀光 如果有的話 那應該要成立一個觀光部 而不是國際事務推動方面 只有不到大概三十個人 請問三十個人怎麼樣來拼觀光 是不是有可能 真正為了我們二十年三十年以後的一個利益 我們用心來思考 來成立一個觀光部好不好 謝謝 有些國家 有某些特別的部 跟全球其他的國家不同的 但是我們不可能說 有幾個國家設有觀光部 所以我們就設觀光部 那我們水利太重要了 我們也設水利部 警政重不重要?重要 那就設警察總署或者警政部 那這樣就不會太多 所以中間有很多取捨上困難的地方 不一定每個都能夠用部的層級 但是他縱然是部以下的層級 只要他的人用得對 工作 全力支持 做好的規劃 那配置必要的經費跟作為 同樣可以發揮很大的功效 我們會朝這個目標來做 所以觀光局縱然沒有提升到觀光部 可是我們希望 他能表現的 比有些國家設的部更積極 更符合台灣發展的需求 我跟你講其實 下一個二十年三十年 我們都很清楚 台灣如果真的要發展觀光的話 其實觀光不是局限 只有上車睡覺下車到處旅遊 其實不盡難 在我看來 台灣的觀光有很多發展的空間 一般的旅遊觀光 現在台灣的這個利基 醫療觀光 還有我們的投資觀光 現在有TDR很多 都到台灣來這邊上市 那麼未來兩岸一通了以後 ECFA跟那個MOU簽了以後 很多有錢有錢的人來這裡 跟過去到新加坡 香港一樣 來這邊順便把錢 帶來這邊投資 所以 投資也是觀光的一環 包括 這個教育文化的觀光 包括工商 展覽等等的觀光 在這個數據顯示裡面 事實上 應該跳脫過去的一個觀光的一個層面 那整個總體來講 都涵化進去的話 事實上如果有一個觀光部能 運籌帷幄 大力來統籌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以深深不喜 有機會可以賺到錢的 所以 本席一直在推動的 成立一個觀光部 不是 通有其名 而是真正的落實 那發揮整體性 各部的協調的一個 一個主導權的一個地位 這一點 希望院長 可以審慎的一個 完全了解 我們會 雖然還沒有升格為部之前 一定會朝這個功能 努力去做 謝謝 院長我想請你猜猜看 猜一猜 台灣哪一座機場 每天的旅客 與員工一樣多 他講的是屏東 你一定是 講最南端的機場 最南端 是屏東機場 還是恆春機場 還是嘉義機場 還是台南機場 這幾個都是經營上 客員比較辛苦的 這個機場 答案是 恆春機場 我看來嚇一跳 平均一天大概只有十二個乘客 結果 現場管理的員工 資源十二個人 事實上自從高鐵通車以後 我這個機場 國內機場 它的 這個有沒有必要繼續來經營 它存費的問題 是不是應該要做一個考量 那以上所講的幾個機場 是不是會廢掉 是不是可以請院長回答一下 各位我想我來說明一下 像這個台南嘉義這些機場 事實上它的離島 這個功能 事實上是有它的功能在 所以它的有它的定位了 那當然像這個屏東恆春 那它功能比較單一 那現在也確實是因為高鐵通車等等 它每天大概每周大概只有三班 所以呢對這些機場 當然我們也在考慮就是說 呃 是不是把它做一些轉型 或者去發揮它其它的功能 轉型的意思是它沒有飛航的功能 還是要廢掉 等於說在飛航功能之外 要去強化它其它的功能 部長覺得一天如果只有十二個人的話 這樣平均的成本是太高了 沒有錯 而且現在油電水器跟著漲了以後 不敷成本 是 當然我們像處理這些機場 另外一方面當然我們要考量的也是 當在地民眾他們的一些感受跟期望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些地方 我覺得把全國的資源 如果照顧在十幾個人的身上 我覺得好像 我想不是員工的角度 不是員工的角度 是在地民眾的角度 那很 事實上這些機場當年也是他們催生出來的 當然從專業的角度它是不是真的有這個需求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你參考 因為催生是一個目標 但是理想與現實有差距的時候還是要做調整 希望說這個部分 不要浪費國家的資源 我們希望最大化它的效用 希望你們多多參考 是 那另外再請教一台院長 就是 院長有沒有常常上網 第一個 Internet 寬屏障 很少 過去曾經 跟小孩學過 但是現在工作繁忙 也沒有時間 我們現在上網的人口高達 一千零五十七萬人 那事實上 這個小朋友 學生 這變成 每天必做的功課之一 但是我們覺得台灣的ADSL 上網的費用實在太高太貴了 院長有沒有調降的空間 過去有些人嫌平寬太窄改善 你講的我想請交通部 跟NCC 一併來考量 我們交通部督導的 這個 中華電信 或者是 NCC主管的有關電信 通訊方面的工作 我們來請他們 因為像我們現在這個 網路的費用 大概 一個月 平均有了六百多 有了八百多 院長你知道 在日本 日本他們 一個月 像NTT 東日本 換線台幣才不到五十九塊 日本國民所得比我們高 就這方面 他是鼓勵大家 以網路代替馬路 大家多多上網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 在這個整個民意調查裡面 網路問卷調查 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八的民眾 抱怨 網路連線費用偏高 太貴了 是不是 院長可以苦民所乎 隨身相關單位 讓這個 網路的費用 上網費用 可以降低 我願意 願意來 跟這兩個 我剛才提到的NCC跟交通部 請他們去做檢討 好 謝謝院長 另外我提的就是 保障兒童網路安全的問題 小朋友 上網現在 這個比大人還厲害 那問題就出現了 有四成的兒童不會管理上網的時間 有五成的兒童 會相信 陌生網友的身份描述 有兩成五的兒童會在網路上 洩漏他個人的這個身份資料 這造成下一代啊 這個安全的問題啊 那網路上色情犯難等等啊 是不是有請院長可以重視這個問題啊 做一些管理 我在行政院當中 行政院會裡頭我也請 對層出不窘的 這種電訊啊 手機啊 網路啊 這種陷阱 詐欺 一定要很謹慎的 用力的去追查 我不相信 說他們沒有留下紀錄 那的確您剛才所描繪的 有些很輕易的跟網友去見面 然後陷入一個陷阱 有些網路 如果加密不夠 洩漏了很多重要的這個機密 甚至於被入侵啊 被加入病毒啊 我想這些狀況 都應該要加以有效的 大力來推動安全的問題啊 另外我想講一些地方啊 因為我來自地方啊 拜託院長重視啊 安科恩四十米特異號大陸啊 現在開始做了 結果有頭沒有尾啊 第二期的工程經費 拜託趕快撥下來 安科恩的每天上下班啊 這個堵車的夢魅啊 都一直不去 也拜託院長啊 既然四十米大陸做了 捷運延伸至安坑耶 也拜託啊 一併的考量規劃進去 拜託一起趕快來推動 現在